輝哥 你好 Chris 你好 今天又是星期日 又是周末推介 星期日怎會是周末 星期日推介 對 星期日推介 這隻就開始了 這隻是Frowman 你看到是AIRSPEED AIRSPEED很簡單 即是飛機上的速度計 速度2 即是很快 你看到是航空錶的格格 四針 因為多了一支低針 你看到表面是否很漂亮 是 碳纖面 即是碳纖面 即是碳纖面 是機械錶 透底的 這隻是大尺寸 你當它是43.44 好 皮大一隻 我覺得表面漂亮 機身普通都是ETA的機身 不是自家的 即是五千多元 它另外有自家 它另外有自家 但這隻就不是自家 但是很便宜 對 價錢真是值得玩 真的六千有找 對 即是五千多元 對 有找 應該找不少 可以吃午餐自助餐 真的 OK 還有一隻筍 真是推介 這隻 這隻是石圈寫字 我先說價錢 是 待會你說的尺寸 是 258 258 當然不是258 是 亦不是258 258 258 那就合理一點 但石圈寫字 厲害 最最高的 就是不要金來算 最最高的 看看這隻 好嗎 看一看面 這隻是36 剛才那隻是不是也是36 兩隻都是36 那這隻便宜很多 這隻是16,200 折了 低頭 這個叫做勁一點 如果你說鋼錶 因為它叫 Black Bay 36 或者叫 BB 36 你覺不覺得它有一點運動性格? 是 雪花針 這個運動一點 而且小尺寸一點 有趣一點 我想在潛水錶以外的其中一個選擇 都是叫 Black Bay 不一定說 Black Bay 41 Black Bay 39 這隻是 36 這隻 記不記得多少錢? 28000 28000 這隻好東西 是熊貓 是 Omega Speedmaster 現在熊貓經濟 你也聽過 有料到 現在旺場 真的可以 現在 很容易頭 這隻可以想想 這隻尺寸是多少? 40mm 40mm 多看一隻 金鋼有不同款式 是 有些金鋼 香檳金面 變得很金 是 即是它的面是金 是 主要是看面 其實這個邊是少少 但是 原來金鋼 都可以做銀面 是 如果銀面 咦? 就沒有那麼多金 但也好 有些人喜歡 平衡一點 它知道這個是金 這條帶 這些外面是金 這個是金 就夠了 那這個面 用回銀色 還有 布紋 布紋面 另一種感覺 變成好像 金的比例 又好像不是那麼多 好像不是那麼俗 好像 比較隨便 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重 那個金的感覺 是 但是 都是這麼漂亮 因為這個是叫銀布石 這個 是 這些就 兩萬元左右 哇 兩萬元左右 都值得 兩萬元左右 可能兩萬元 找回兩百元 是 你當它兩萬先 好嗎 OK 這隻 這隻便宜 因為 Rado Rado 那個牌子 當然沒有低桌那麼高 這隻 也是沒有金 也是沒有鑽石 是 很划算 你覺得很像Gran Seiko 我覺得有點像Gran Seiko Gran Seiko 有一些 兩三萬元的款式 嗯 但是這隻Rado 折了來計算 是 八千多 八千多元 聽說這隻不是真的鋼 這隻 是不是真的鋼 這隻 你這麼肯定嗎 先看看 我記得好像是Sera 一半 是 鋼 它有一些鋼的成分 嗯 但是又有一些 不是鋼的成分 好嗎 對 都很特別的 對 因為它挖得很流行 是不是透底 好 好 好 接著 CJ 記不記得多少錢 這隻 三 三千九 三千九 不貴 不貴 三千九元 全自動 對 對 還是限量 限量八百八十八隻 對 這隻有沒有號碼 這隻有號碼 這隻有號碼 這隻是 29 29 也不錯 有沒有人是29日生日的 一定有 29日生日都可以想過 對 29日生日 29樓可以嗎 29樓可以嗎 29歲可以嗎 也可以 可以 好 好 機械嗎 好 接下來 一隻 軍標味道很重 什麼尺寸 這個是41 41 算不算大 41 普通 你說很大又不是 這隻是否飛行標 你覺得 這隻是屬於軍標 軍標 為什麼呢 我看到那個的 它是叫 Chronical 是 即是外面大一點 連之後裏面追體型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斜斜的 為什麼呢 你戴手套 戴那些 駕飛機的手套 你一定是這些 要是洋蔥的 要是這些 要是大顆的 這隻叫做 橄欖綠色麵 都挺漂亮的 不是那麼金屬的 也對的 不應該那麼殘眼的 叫平實 而且你看到那些字 好像牛油一樣 是的 牛油式 即是很漂亮 是的 三針 五粒星 就超漂亮 五粒星 這裏 五粒星最厲害 是的 反光 算不算五星上將 將軍 五星空軍 那它應該有意思 五粒星就是空軍 是吧 好多物體 多少錢 現在圍到是一萬三千元 接著下一隻 好 接著艾美標 什麼牌子 艾美標 好的 是一個Pontos系列 41mm 這隻 這隻是皮帶接扣 Pontos系列 你看到這隻是黑色的 但是你看到的做法就是 它喜歡塗白色的夜光物料 在針上 嗯 還有 那些marker的頭頭 都是塗白色的夜光物料 在這個頭頭 是吧 是 這些多少錢 折了之後 七千元 哇 七千元 是呀 是呀 艾美現在拿到一萬元 一萬元 拿到了 一萬多元 一萬多 這個挺便宜的 好 最後一隻好嗎 好 因為為什麼呢 我知道你拿了兩隻軍標出來 是 你看一下 你和這兩隻是不是 是不是拿了兩隻軍標 那你那隻是怎樣 這個就是Legend Diver 是 是不是有軍標的感覺 是呀 我覺得就像 即家 是 即家你知不知哪隻 我知道 即家 那隻又好像類似 是呀 真的很帥 這些都是復刻版 所以我覺得 這些牌子 都是有一些相同的設計 我覺得都是有 可能有同一個來源 這兩隻很厲害 真的好像 是不是像鬧標 是呀 Memowox那些 是呀 這隻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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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很帥 你看到 它沒有紙釘 是 它全部好像以前 那些 Radium 那些油下去的 有放射物料 是 那些感覺 現在就不行了 很黃的 那些 你這樣看下去 那些字是否黃 黃黃的 講到結構 為何會有兩粒的 一個是 Crown 上鏈 教針 另外一個就是 Inner Basel 即是這一個 因為它是 防水有圈 潜水圈 但它不是做外面 是做外面 所以那個的 兩點鐘 就是用來領 領裡面的 內圈 是 物底 是不是41 size 是 即是一到 對 價錢也是跟 剛才那隻一樣 13000元 是嗎 OK 放下它 好嗎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下來 尖東永時中標 好 多謝大家